6月20日,美国司法部在法庭文件中表示, 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将承认两项税务清罪, 并与联邦检察官就一项枪支重罪指控,达成协议。 美国《华盛顿邮报》称, 拟议的条款是与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大卫·韦斯所谈判达成的。 该协议为特朗普政府与2018年启动的一项调查, 画上了句号。 自2020年以来, 这项调查引发共和党政界人士的强烈关注, 他们指责拜登政府不愿追究此案。 报道称,法庭文件显示, 亨特·拜登暂时同意对2017年和2018年 未缴纳税款的两项清罪指控认罪。 亨特·拜登方面的代表表示, 此前已向美国国税局偿还了欠款。 此外, 检方透露, 亨特·拜登同意就射枪指控签订审前转出协议。 将射枪指控作为转出案件处理意味着, 亨特·拜登在技术上不会对该罪行认罪。 此类处理形式通常适用于存在药物滥用问题的非暴力罪犯。 知情人士说, 检察官将建议两年的缓刑提出转出计划的条件。 熟悉认罪协议的知情人士说, 如果亨特·拜登满足转出计划的条件, 那么在这段时间结束时, 枪支指控将从他的记录中删除。 在该事件发酵时, 其父拜登为竞选连任抵达加州湾区造势, 筹款并宣布了6亿美元的气候变迁计划。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分析称, 亨特·拜登的认罪协议将对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产生直接影响。 6月19日, 新西兰奥克兰市郊阿尔巴尼发生连环袭击案, 一名男子手持类似斧头的武器, 闯入同一条街道上的三家中仓馆袭击顾客, 造成7人受伤。 嫌疑人及伤者均为中国公民。 事后, 警方逮捕一名24岁中国男子, 他于20日在北岸地区法院出庭, 被控蓄意伤人与重伤害罪。 警方表示可能还会提出更多指控。 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单独事件, 没有证据显示这是出于种族动机的攻击事件。 法国警方6月20日突袭搜查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主办单位的总部 和负责兴建相关设施的奥运工程旅行公司的办公室。 目前仍不清楚这场搜索行动的原因, 巴黎奥运组织委员会则表示, 他们全力配合调查人员, 好让调查工作更容易进行。 这是该委员会总部首度遭到这类搜索。 另一名与调查行动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透露, 搜索行动是由法国反贪与金融犯罪调查人员 及巴黎警方金融犯罪小组执行。 法国反贪腐局两年前提出两份报告, 凸显巴黎奥运的筹办存在连结疑虑及利益冲突问题, 并警告这可能与组织委员会主席托尼·埃斯坦格 希望这场奥运会呈现的绝对清廉形象相冲突。 法国反贪腐局的调查人员指出, 巴黎奥运筹办的采购程序不精确且不完全, 他们并强调有时存在可能涉及利益冲突, 却未受正确监督的情况。 中国央行6月20日下调了国有银行系统发放贷款的基准利率,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3.55%, 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4.30%下调同样幅度至4.20%。 这是自去年8月以来首次下调贷款利率。 当时,中国经济在上海因疫情封锁两个月后仍处于挣扎中。 最新的下调发出的信息是, 在出口下降、工程停滞和消费者信心疲软的情况下, 当局希望稳定经济产出。 中国央行上周下调了短期和中期政策利率, 表明它即将开始新一轮货币宽松以推动经济复苏。 中国国务院也在近日召开会议讨论刺激经济重振的措施, 包括对小微企业实施税收减免政策, 降低银行存款利率以鼓励家庭更多消费而不是储蓄, 并承诺推出更多政策支持。 再次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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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